接著我們來開始新的章節 電降製程 電降製程可以說是現在半導體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無論現在的製程裡面所需要的 朴墨的成績或是朴墨的時刻 基本上都離不開電降製程 都離不開電降製程 電降製程實在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整個電降製程呢 第一個 朴墨的成績會用到 第二個 朴墨的時刻會用到 第三個 半導體的摻雜也會用到 朴墨成績 朴墨時刻跟什麼呢 跟你的半導體的摻雜 都會用到電降製程 那講這麼多後面都會提到 那就直接先進入 那什麼叫做電降呢 什麼叫做電降 現在電降的廣泛電力是什麼呢 具有本量正電荷 與負電荷以及中心粒子的離子集體 所以電降是一個氣體 氣體裡面有什麼呢 有正電荷 有負電荷 還有中心粒子 而其中這個正電荷 負電荷可能是什麼呢 是離子以及電子 而離子也有正的離子 可能有負的離子 那還有電子 電子是負的 這是肯定的 所以電降是一個中性的離子氣體 電降是一個中性的氣體 它是中性的離子氣體 裡面還有離子 它有等量的正電荷與負電荷 以及一些不帶電的中性離子 這就是電降 所以電降是這一句話 具有等量正電荷與負電荷與中性離子的離子氣體 正就是要電降 所以呢 電降的組成分為這三大類 中性的粒子 這個粒子可能是原子 可能是分子 反正就是中性不帶電的粒子 還有什麼呢 負的電子 正的一半不是電子 一半是離子 這樣子 然後呢 正電荷跟負電荷的 數量要一樣 正電荷的數量比較一樣 因為它是中性的 好那這時候就來了 那請問 這個氣體裡面 有中性的粒子 也有帶電荷的離子 那請問 那他們各自占多少比例呢 那就稱之為電比率 什麼叫電比率 這層氣體裡面 Total的離子數量 中性的離子數量 跟什麼呢 跟電子的數量 當分母 而分子是什麼呢 分子就是電子的濃度 這個就叫做離化率 離化率 那這時候就會發現到 請問這個電離率 或這個離化率是多少 一般而言 在半導體使用的這個離化率 只有百萬分之一 代表什麼 絕大部分都是中性離子 只有百萬分之一 到千萬分之一是代電 是代電可能 所以就發現 游離率很低啊 解游率很低 這就是半導體夠用了 已經很夠用了 那濃度最高的要多少呢 在半導體使用當中 高密度 一趴到五 它就叫超高密度了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一 已經是很高密度的電降了 也就是說這種程度 在半導體使用裡面 其實超高密度 所以你要知道 電降這個離子氣體裡面 其實絕大多處都是中性的粒子 不帶電 有帶電的只有非常少部分 不到1% 領多就是1%左右 是有帶電的 有帶電的 那 電降反應器裡面的這個 離化率或這個電離率 由誰控制 由電子能量控制 因為 在這層氣體當中呢 它是靠電子 因為電子具有負電荷 然後呢 當你施加電廠給這個電子的時候 電子就會受到電廠的作用力加速 在加速的過程中會有動能 而具有動能的時候呢 在加速的過程 具有動能的時候呢 它如果跟裡面的中性粒子 產生撲撞 就有機會再撞出新的電子出來 那就 那就可以拉 中性粒子又有力了 它就變成什麼呢 它可能就會變成離子 因為把一個電子撞走 它就變成正電子 然後並且撞出新的電子出來 然後新的電子跟原來就有電子 再繼續被電廠加速 再獲得動能 然後呢 再去撞低中性粒子 就可以再撞出新的離子出來 好 所以 它的電離率 主要是靠電子的能量距離 因為到底不能撞出自由電子出來 那就要看什麼呢 看它的束縛能 看這個分子或這個中性粒子 它對電子的束縛能的強度 如果束縛能很強 就需要比較高的能量才能裝出來 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也跟什麼呢 也跟壓力有關 電子之內的距離有關 跟很多東西有關 這些後面都會一個一個的慢慢介紹 這些課題都會有信 所以 要產生電價 必須借助外部的能量 外部的能量 那這個能量呢 在我運氣當中 通常是一個交流電壓 這交流電的頻率是RF 所以稱出來RF的電漿面 所謂的RF電漿面是什麼呢 一般的電漿的產生器 它就是一個槍體 這個槍體呢 會抽 抽氣 會把它的氣壓降低 抽到低壓的狀態 就是一大氣壓一下 然後呢 裡面是兩個 一個平行電機板 這兩個平行電機板呢 其中一個地方 接Grow 另外一個地方呢 接交流電壓 RF的交流電壓 好像是13.5MHz 後面會提到 好 這個交流電壓呢 就會對 在這裡面呢 因為這是D 這是Grow 這是交流電壓 所以這裡就會產生電場 就產生一個很大的 然後呢 交流電壓 這個交流電壓 這個交流電壓就會讓什麼呢 讓裡面的電子呢 受到電壓的影響 往上跑往下跑 往上跑往下跑 而在往上跑往下跑的過程中 就會跟裡面的中性氣體 產生碰狀 產生碰狀 就會發生油力 就會發生氣體的效果 就會發生氣體的效果 因為它也是 利用平行板電容的 形狀 結構 原理 去產生電狀 去產生電降的 這是一個最基本 最基本的電降系 說穿的就是怎樣呢 給它 一個 兩個平行板 這兩個平行板之間呢 產生了交流電場 這個交流電場呢 就會讓 裡面的電子 上下跑 如果這個槍體裡面 通有中性氣 的話 那這個電在跑的過程 就會跟中性氣 撞擊 撞擊就會產生 新的電子出來 跟名字出來 好 這就是電降 好 所以你們看到 當兩個電體 透過攝影RM的高電壓的時候 就產生一個交流電場 只要你的功率夠高 自由電場 就會被交流電場 就會被交流電場的家屬 獲得足夠的能量 去跟翻式裡面的中性的原子 或分子產生碰撞 並且碰撞完之後就會產生 一個新的自由變質 跟一個離子出來 好 那離子碰撞是一個 一連串的反應 所以兩個人撞出來 撞出一個之後 再加速又再撞出量 兩個再撞出來 就一直撞到那邊 連續反應 就會充滿著電降 但是剛剛講過 會有整個體力率 不到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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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整個的 電降後面有沒有提到 電降又可以分為不同的種類 最簡單的就是 DC的電降源 也有ICP電降 ECR電降 也有電降 這個後面都會提到 我們先不用問他 先了解一下它氣體概念 好 好 那 電子在氣體當中發生碰撞 碰撞主要可以分為 彈性碰撞 跟非彈性碰撞 其中 所謂的彈性碰撞就是什麼呢 撞完之方向改變 但是能量沒有損失 彈性碰撞就是沒有損失能量 那自然就不會撞出新的電子出來 所以重點是在什麼 在非彈性碰撞 而電子 在中性氣體當中 經過交流電場在移動 所產生的碰撞呢 主要有三大類 這種非彈性碰撞 我們最可以的分為 這三個 這三個都非常的重要 都非常的重要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碰撞叫做 離子化碰撞 什麼叫離子化碰撞呢 接著一個自由電子 去撞一個 中性原子或中性分子 所謂的原子或分子代表什麼呢 有一個原子核跟外層對於的電子 而你的電子 自由電子獲得動能來撞擊你的時候呢 只要我的能量過高 高到可以把你脫離它的束縛能 撞擊出來 那你原來的中性粒子 就會變成離子化 一個電子去撞一個中性的粒子 就會撞出新的電子出來 並且將原來的中性粒子 因為要產生這樣才會維持電漿 電漿這樣能夠維持產生 裡面要帶電離子 靠電子去撞撞 撞出新的電子跟產生新的離子 所以第一個叫做 游離化或是離子化碰撞 就是產生離子的重要機制 剛剛講的第一個碰撞 它的重點是什麼呢 產生離子 所以剛剛介紹第一個碰撞 它的故地是要產生離子 接著到第二個碰撞 叫做什麼呢 激發鬆弛碰撞 它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如果我記得我的電子能量不夠高 我跟你發生非彈性碰撞的時候 我傳遞能量給你 可是我給你的能量 不足以讓你變成只有電子 但是呢 給你的能量注意讓你怎樣呢 從機碳要牽到機碼台 就是可以讓你激發上去 變成更高能階的電子 但是還不足以讓你脫離這個原子 可是這種激發開的電子 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它很快的會再藥牽回其他 而電子從高能階藥牽回低能階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輻射出來 就會發光 只要是輻射出來的波長是可信光範圍 它就會發光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就稱之為 激發鬆弧狀 Escitation and Relation Escitation就是我碰撞臉的時候 給你的能量掉牽到高能階來 是叫做Escitation 然後呢 這個激發態是個不穩定狀態 它很快的又要掉牽回其他 這個就是我們說 Relation 掉牽回其他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輻射 變成光出來 所以一個電子 撞擊到一個中性分子之後呢 沒有中性的電子 還是自己的9電子 可是它就會讓它原來的狀態變成激發態 變成激發態 變成激發態 這個激發態 是一個壓軟態 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它很快的就會再要牽回激態 並且輻射出光子出來 輻射出光子出來 而不同種類不同元素的氣體分子或原子 它的能階是不一樣的 大家要知道 不同種類的原子跟分子 它的能階是不同的 就像每個人有不同的指紋一樣 不同的元素它也有不同的能階 所以能階在做尿牽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根據它輻射出來的光子 我們可以判斷出它是什麼材料 A材料會有A材料的光光 B材料會有B材料的光光 所以這個作用很重要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電漿 所發出來的光來判斷 這個電漿裡面的中性分子是什麼 所以這個機制很有用的是又來判斷什麼的 又來判斷這坨電漿裡面的成分 我們可以藉由發出來的光子的頻率 來去分析出它可能屬於什麼材料 然後什麼材料 所以這個機制的重點是 第一它會發光 第二我們從發射出來的輻射光 我們可以知道它是屬於什麼材料 它用來判斷時刻重點很重要 第三個叫分解混狀 什麼叫分解混狀呢 今天你去跟一個分子式的化合物 它可能有兩個元素以上 或兩個原子以上就結合了 而我在混狀的過程中 我在混狀的過程中呢 我將他們兩個的間結打斷掉 我電子去碰撞 碰撞這兩個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中間的間結被我打斷 被我打斷之後呢 欸我沒有裝出新的電子喔 我只是把它的間結打斷 只是打斷間結之後呢 就這樣 原本A跟B是產生間結的 我把你打斷之後呢 欸你就各自分開 可是各自分開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來了 原本兩個間結在一起的時候是穩定的 兩個斷間之後呢 前面講過喔 或是你把它想成 如果它們直接是形成公家結 我們就以公家結拿個例子 因為公家結是兩個電子所形成的 當你今天把它的公家結打斷之後 那就代表誰呢 它只剩下一個單獨的電子 它也剩下一個單獨的電子 但還是中性的還是中性的 那這時候呢 它的化學活性就很強了 因為我有一個單獨的電子 我就很想去跟別人見解 就想要去跟別人產生間結 那發生間結就是發生化學管理 所以這種不完美的間結 雖然也是中性的分子 但是你有不完美的間結 這個東西就稱之為自由基 radical radical的自由基 是一個中性的分子 或是中性的病毒 但是它有不完美的間結 它有跟孤獨的 它至少有一個孤獨的斷間 所以自由基 它的化學活性非常強 因為自由基 至少帶有一個不成對的電子 所以它很穩定 所以它很想要去搶別人的電子 想要跟它形成分子 孤單即莫居樂 所以很想要去跟別人送多多元 所以它化學活性很強 這個東西非常的有用 因為它化學活性很強 我們前面講過 我在前面加熱支持的時候講過 我們為什麼需要加熱支持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要怎樣呢 成長活膜 為什麼要成長活膜 因為比如說你氧化這個故事好了 所謂氧化是怎樣 氧氣跟氏結合變成二氧化氣 可是氧氣O2跟氏原子 在氏溫的情況下 它不容易發生反應 所以要升溫到很高溫的功能 之後刺激大家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氧氣 我沒有高溫一千度給你 但是如果我加氧氣先打成 打成自由基 我就可以很快發生的話 所以電漿好處是什麼呢 它可以讓一個中性分子 原本它的化學核性很差的 把它的境界打成它變成自由期 它的化學核性就很強 代表什麼呢 即使溫度不用攝伏高 它也可以有足夠的化學核性去反應 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化學反應可以在比較低溫的環境下 代表一代就可以產生化學反應 這對於半搭或整個半搭的製成 往低溫化走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很重要發展 因為高溫製成會造成什麼呢 我們之前講的都很容易擴散 越高溫需要高溫就很容易亂跑 越低溫就越穩定 所以半搭製成會希望走向低溫 而低溫就怕什麼 為什麼不能低溫 怕化學反應不夠 所以才需要升到高溫 不然每一次為什麼需要加溫 每一次為什麼需要那麼高溫 就是需要能量啊 要能量它能化成的化學反應啊 但是電漿製成可以讓整個化學反應所需要的溫度降低 降到只要上百度以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靠的就是這個碰撞 靠的就是這個分解碰撞 Dissorciation 分解碰撞 而分解碰撞最重要就是要產生自由性 所以你會看到這三個碰撞 第一個碰撞 離子化碰撞 是產生碰撞 第二個碰撞 發光 發光 是用來判斷 這個氣體分解裡面有什麼材料 有什麼元素 第三個分解碰撞 它的重點是在創造成自由性 產生自由性的 產生自由性 產生自由性之後呢 看到好處多多 東西再來 中間介紹這些資料 東西再來告訴各位 所以 這時候我們就知道 這時候電漿裡面有什麼東西 來 所以到這裡我們可以整理一下 我們對電漿的認識就是它的構成有什麼 我們前面講的電漿的定義 電漿叫巴斯曼 我們前面說它的組成是有什麼 有正電荷 有負電荷 還有很多什麼呢 中性粒子 有這三個回來 現在我告訴你 我們就可以再把它更進一步的區分了 更進一步的區分成什麼呢 更進一步的區分 它可能有什麼呢 它有離子 而它靠的是離子化光 它靠的是離子化光 產生離子 然後裡面還有什麼呢 有電子 還有什麼呢 還會發光 電漿會發光 還有什麼 還有產生自由性 這自由性 自由性是中性的 但是化學活性強 所以可以在比較低的溫度環境下 產生化學環境 所以電漿裡面有離子有電子會發光 並且還用自由性 而這些東西在半導離子層都會用到 半導離子層使用離子 用在10顆 用在掺炸 就是使用離子 發光只有在10顆 自由性用在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 可以用在活過程 也可以用在10顆 如果你產生化學反應的結果是固炭 那就是形成活過 如果化學反應的結果是變成氣態 那就是10顆 就是硬出過程 所以這些東西 用在活過的10顆 跟成績 跟掺炸 都很重要 這時候就知道 電漿超級重要 真的是有夠重要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而電漿當中的碰撞 電荷交換 或者是打斷之後再結合 駐屋池的一堆的東西 都跟什麼有關呢 基本上都跟它的能量有關 一個電子 舉個例子 今天有電子 跟一個細彎器 SiH4 它要發生碰撞 它到底會發生什麼碰撞呢 就會根據它的能量 不同的不同 今天如果 你的能量低 那你只能怎樣呢 把SiH2 把SiH2打成什麼 把兩個電子 把兩個氫打出來 就這樣而已 能量越大 能量越大 能量越大才有機會變成什麼呢 能量越大 你才有機會結 你要產生離子 你的能量就要比較高 所以不同的反應 需要物體的能量 而你要產生離子化的話 需要的能量是比較高的 要產生離子化 需要的能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從這個 從這張面表 各位發現到 產生離子化就是撞出新的電子 這是離子化 這些反應都是離子化 反應 需要能量這麼高 而這些呢 打個星號就是激發態 Escitation 需要能量在這裡 而分解呢 在這裡 Distossiation 在這裡 分解在這裡 所以不同的反應 需要的能量不一樣 那哪個反應最可能發生 需要最少能量的碰到 是最容易發生的 需要最少能量的碰到 是最容易發生的 需要越高能量要發生的 機率就比較低 最主要是為什麼呢 你要需要比較高能量 電子只要能獲得 足夠的動能才能夠發生 不同的風轉 可是電子在獲得動能的過程 前面講過 電子只要怎樣的過程的動能 它在平行版電容裡面 在交流電程中 要受到電廠的作用影響 才能夠移動 可是在一種過程中 這裡面一堆的氣體分次 在一種過程中又很不易 你還沒有來得及 累積能量之前 可能又發生不就好不中標 就來正用加速 還沒有加速到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時速之前 你又發生影子碰撞 又發生車落 那你速度又掉下來 所以越高能量的 它需要累積能量的難度 就會越難 因為它能站越高的動作 這就是為什麼電汽產生器 要在低氣壓的反應下操作 因為在低氣壓的反應當中 空氣當中單位體積裡面的 粒子數量就會比較少 使得電子才有比較多的 比較長的自由路徑可以累積能量 產生高能的動作 如果今天氣壓比較高 我電子才加速你多久 就馬上發生動作 我根本來不及累積能量 我會損失能量 那這樣我永遠沒有辦法 產生高能的動作 就是這樣 所以要產生高能的動作 你電子獲得的能量就比較高 那你電子要怎樣才能獲得的高能量 一個是把電子加強 第二個是怎樣呢 把氣壓加低 氣壓加低就可以增加自由路徑強度 或者就是說 減少空氣中的分子低度 讓空氣中的分子比較稀疏 使得電子在加速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發生動作 它才能夠比較容易累積能量 所以 整個電加跟什麼有關呢 就跟你的自由路徑有關 你自由路徑越長 你電子才有機會可以增加高能量 你才有機會 撞出高能的反應 才能夠比較能夠離子化 第二個 電子的熱速度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製成溫度 不同的槍平溫度 不同的基本溫度 電子的熱速度 所謂熱速度就是 它在這個溫度下 能夠 產生的最快速度 它的最快速度就是熱速度 所以跟溫度有關 再來磁場 電子不只是會受到電場的作用力 電子在移動的時候 也會受到磁場的作用力的影響 磁場跟電場都會影響到 電子的行徑 都會影響電子行徑 波磁場的溫度 不只是告訴你說 在槍裡固定的溫度之下 它的電子的能量分布 是呈現波磁場的溫度 它是有個分物比例的 這種分物比例的 在固定的溫度之下 高能的電子數量有多少 低能的電子數量有多少 是follow波磁場的技術流血 這是熱力學的技術 這是熱力學的技術 一個一個回心 平均自由路徑指的是什麼 兩次碰撞之前 所能夠移動的平均自由距 也就是說 當碰撞到第一次 到第二次之間 我可以盡量好的長度 就是我的平均自由路徑 在這段長度內 我都不會被撞到 這就叫平均自由路徑 平均自由路徑 所以你只要靠誰固定呢 主要靠的是 那個壓力 因為PV等於NRT PV等於NRT 當槍體的機器固定了 氣壓就會跟你的墨數 成正元 所以 N 你的科 這邊的二次例子 你錄了 這四個要是碰到前面 那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靠你 主要是靠壓力 所以平均自由路徑 靠的是什麼 當你的例子的種類 固定之後 壓力就是決定了你 平均自由路徑的主要採取 所以 平均自由路徑 主要靠壓你來決定 當你的例子 之後 那當然啊 你的例子還有 壓力是什麼 壓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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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組織內 電子的數量 所以 所以 平均自由路徑 按法 平均自由路徑 mean free pass 平均自由路徑 第一個跟壓力有關 同樣的例子 壓力大就代表什麼呢 單位組織內的數量多 壓力小 代表什麼呢 單位組織的例子數量小 所以 壓力大了 自由路徑就小 壓力小了 自由路徑就大 那他指的壓力有關嗎 他還跟裡面的七十分之有關 在同樣的壓力之下 數量所謂的壓力 他影響是什麼呢 他影響是密度 什麼叫密度 單位體肌內的數量 所以當我的壓力一樣的時候 當我壓力一樣的時候 或者是用這個來舉例好了 當我這個一樣是小T 壓力一樣 但是我的 裡面的原子或是分子 是比較大片的 半是比較大的原子 一樣是四顆 誰的平均自由路景比較長 這個吧 這很容易又發生到碰撞了嘛 所以這個又跟那個什麼呢 這叫做碰撞結念 或者是叫什麼原子的大小的關 所以就看到 平均自由路景 不只是跟壓力有關 壓力主要就是粒子密度 它還跟什麼呢 碰撞結面 所謂碰撞結面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粒子的大小 粒子越大 整個越大 整個橫結面越大 你再起走就越容易不弄到嗎 這個樣子 好 就像這個樣子 好 粒子越大的就越容易發生碰撞 粒子越小的就越不容易發生碰撞 所以平均自由路景 跟氣壓有關 也跟粒子的大小有關 所以最好是什麼 壓力越小越好 粒子越小 越好 平均自由路景就越來越長 所以平均自由路景要怎樣變長 壓力越低 粒子越小 那它產生碰撞機率就會比較小 所以一般店家都是在氣壓所完成的 因為你只要氣壓一高 我根本來不及加速 到多高能量 我就馬上產生動作 那這樣我可能永遠都 沒辦法產生粒子好動作 因為粒子好動作需要比較高的能量 所以平均自由路景是產生電量的很重要的參數 而當你的氣體總類決定了 那粒子當然就不能控制了 因為你要產生怎樣的粒子 你的氣體一選定了 你能夠為控制的就是壓力 除非你可以找到另外一個氣體分子 有同樣的效果 但是體積比較小 不然基本上氣體一旦選定了 你能控制的就是壓力 壓力就能夠為控制自由路景 然後呢 因為平均自由路景其實說穿 就是發生碰撞的機率 所以反應式的壓力改變的時候 就自由路景反反的改變 代表什麼呢 代表碰撞的次數或機率化的改變 而如果你的電量裡面有產生了離子 而這個離子呢是代電荷離子 離子也會受到什麼呢 也會受到電腸的重力而移動 換言之 你電量裡面的離子也會受到電腸的重力 會產生移動 產生移動 產生移動或者能量它就會去撞擊 它就會去撞擊 什麼呢 可能會撞擊 基礎板 或是撞擊槍體 只要它有移動它就會產生撞擊 而這個撞擊就會產生所謂的轟擊 其實離子轟擊就是離子的狀態 這是高能量的狀態 或者是講嚴重一點的狀態 叫轟擊 就要像我大力拳 跟我轟進你一拳 聽起來轟擊比較嚴重一點 其實都是碰撞 打大力一點就叫轟擊 打小力一點就是碰撞 打輕一點就是碰撞 打輕一點就是碰撞到尾 中文就是這麼奇妙 那個磁的那個力量的狀態 那轟擊的能量跟方向合受到壓力的影響 所以壓力越高 氣壓越高 它所獲得的能量就會比較強 那轟擊的力道就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平均只有物精光 它能量比較少 那壓力會變 不只是電子 連離子它的加速度也會比較久一點 平均只有物精光 它可以有比較多的能量 它 它轟擊到材料表面的力量就會比較強 那一個材料表面 它受到轟擊的次數 或是撞擊的能量高跟低 會影響到這個材料表面 它有一個致命程度 原子之間的致命程度 會受到一個轟擊性的影響 那後面會講到 所以可以藉由改變壓力 來欣賞到 形成泊墨的時候 泊墨裡面的硬力 或者是營養到石殼的速率 你的轟擊能量高的話 它就會被撞 你被撞到的地方的原因就會被撞不掉 撞不掉就是這種石殼 因為石殼就是這種移除過程 你的移除如果靠的時候 衝出來移除掉 它就是個石殼 所以壓力可以營養到石殼 這後面都會再移到 再熱速度 熱速度 這個地方 它重點應該在 所謂熱速度 其實就是電子在電場裡面 所獲得到的速度 來 一個代電粒 在電場的作用力之下 它會受到一個作用力 叫做F等於Q乘上 這就是代電粒 代電粒 代電粒的代電量乘上 電場就是它的作用力 而F等於MA 所以代電粒的加速度 所以外界的力量會造就有加速度 而電子在交流電場中 有分正周期跟負周期 那它在單一周期中 就要加速 並且開始發生碰撞 而這碰撞中 就會產生 游離 產生離子化 產生 excitation 產生 dissociation 分解 然後在負的周期的時候 受力方向就相反了 正周期跟負周期 它的受力方向不同 電子的方向是電場的方向 所以在正周期的時候 電場向下來 正周期 皮膚板下面是接力 上面是JR還是電磁 當上面為正的時候 電場是高電位往低電位 對方走 而電場是往下 而電子反而就是 往上 所以在正周期的時候 電子往上跑 在往上跑的時候 說要加速 然後產生碰撞 動撞就發生三種 三種彈性碰撞 然後在負周期的時候 加速都負向相反 所以在無法反方向 同樣在進行這三種碰撞 而電子很輕 所以它可以很快的上去 很快的下來 但是離子很重 因為離子是一個很大波的 中性離子 或者是分子 游離出來之後的結果 就像剛剛的SILEAN 它可能變成什麼 它可能變成 一個SILEAN的離子 比如說 離子 我們對你剛剛的離子來想看 比如說這個 SILEAN它可以游離成什麼呢 SIH2 也可以變成SIH3 也可以是SI正 也可以是SIH正 那它的體積有多大 就是原子的大小 這一個細兩個輕嗎 一個細三個輕 一顆細 一個細一個輕 不管怎樣 它就是相較於電子 假設電子是一個拳頭 那一個原子 超大 有沒有 電子是很小的嗎 原子是很大一片的 所以離子一定是很大一片 而 當你有交流電廠 讓電子做加速度的時候 加速度F的NA 質量越小了 在同樣的座位置之下 質量越小的加速度就越慢了 那反之 質量越大了 加速度就慢了 而離子在這交流電廠裡面 離子的質量很大 所以當你的電廠在 上下上下變化的時候 離子只差了動一點點 欸你又變掉了 我還來不及加速 就往反方向 所以離子基本上不太動 它動一點點 它動太慢 因為它加速度很慢 它質量太大 離子的質量大 動很慢 所以呢 當你的交流 變化很快的時候 它幾乎跟不上你輸入 所以離子基本上 它動很慢 幾乎不太動 反正這電子能氣 可以一直 隨著電廠頭上套下 所以 因為離子太重 沒有辦法馬上 對這個交流電 怎麼做出反應 所以 這個交流電的 RF的能量 基本上都被電子給吸收了 而離子幾乎不太動 這要往前跑 你已經往回了 這要往回跑 它已經往過去了 我就知道它一直轉彎 我和你不要 就太多了 根本來不及 靠出屁股 但是電子就一直 往來跑去 所以整個能量都被誰吸收了 都被電子給吸收了 所以 離子你要能動動 就一句怎樣呢 你的交流電的頻率要低 你太快變化 我離子就來不及反應 你知道慢一點 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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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長單極心的時候的時間 所以 頻率越低 離子才能夠獲得 比較高的能量 頻率越高 離子就沒辦法獲得什麼能量 因為你變化來快 它來不及動 就會是這樣 所以 頻率越低 離子才有機會獲得能量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 讓離子 去做離子攻擊的動作 你的頻率就要低 讓離子 能夠跟上你的 電廠的方向 讓它移動 好 這個樣子 所以 電漿裡面 因為電子的能量都比離子的能量高 而能量通常都會 改用溫度來表示 在物理上 溫度就是一種能量的代表 所以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都知道 2分Cm1平方 等於2分Cm1Kt 所以換算出來 它的速度 電子在固定溫度之下 它的最高速度就等於2分Cm1Kt 去2分Cm1 這是每一個維度 每一個粒子 它在固定溫度之下 它的總能量是2分Cm1Kt 每一個自由度是2分Cm1Kt 所以一個維度的總能量2分Cm1Kt 如果完全轉換成它的功能 2分Cm1平方的話 那它的熱速度 V9分Cm1Kt 2分Cm1Kt 如果今天有電場的話 高中鼓勵就學過 一個粒子受到加速在一期行進的時候 你給他一個磁場 馬上右手定則有沒有 電子移動送到磁場 然後呢作用力過去 他就會沿著磁場做螺旋運動 螺旋運動 所以在磁場當中 帶電的粒子只要有移動 有移動產生速度 他就會受到磁場的作用力 是個cross 代表什麼呢 代表磁場給電荷的作用力 跟他的速度移動方向是垂直的 要垂直才會有力量 如果是水瓶的話呢 或是0 就不會受到力量 所以粒子在移動 受到磁場是垂直方向的運動 磁場的力量跟粒子的速度是相互垂直的 所以帶電粒子會沿著磁場做螺旋運動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如果我的磁場是這樣子 而我的速度是這樣子 那我就這樣子 螺旋運動 螺旋運動 磁力線跟帶電粒子的方向是垂直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為什麼很重要呢 我看一下 這個很重要 告訴你 為什麼加持檔很重要呢 來回到這裡啊 我們先去講過 我們希望電子以獲得足夠的能量 才能夠產生零磁場 而要足夠的能量就必須怎樣呢 平均自由路徑要越大越好 對不對 平均自由路徑越大電子才能夠獲得比較高的能量 平均自由路徑越大 其實就代表什麼 其實就代表痛撞次數 或者是碰撞的機率 下下對不對 那這時候就發現一個矛盾 我希望不要太常發生碰撞 為什麼 因為我需要獲得更多的能量 我需要跑得比較長一點 獲得能量 可是那又來了啊 如果我一直都沒有發生碰撞 那我能產生電甲嗎 我就沒辦法產生離子化碰撞了嘛 所以這時候就出現一個矛盾點 我既希望碰撞時候能夠 能量又高 但是這樣又會導致我不太會發生碰撞 不發生碰撞那只不過產生電壓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有長距離的運動或能量 但是又可以容易發生碰撞呢 答案就是螺旋運動 假設我一個電子要這樣子走 我發生碰撞的時候 手手的長度就只有這麼長 可是如果是螺旋運動呢 螺旋運動我走的路徑哇超長有沒有 螺旋運動的時候可以走的路徑就變得更長 而在同樣的長度之內 我螺旋運動的時候如果我的市場越大 我回繞的半徑越大 那他是不是就有機會增加我運動的機率啊 如果我的氣壓 我的壓力越低 我這個力量太少了 我如果只在這裡移動 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是不是不太會發生碰撞撞 因為我可能剛好走到一條 這條路上都沒有氣體分子 我就直接過去過來過去過來 可是如果我可以螺旋運動的話 那我就很容易瞎貓運到死套子 有沒有 在螺旋運動的過程中我走的走路徑變長了 我可以加速的長度加速的時間變多了 而且我在同樣的小體積內 我發生碰撞的機率也移高了嘛 所以磁場超級重要 磁場的功能是怎樣 在同樣的小體積小空間裡面 我可以走的路徑變得比較長 我可以過的比較高能量 再來我因為路徑走的比較長 我又是回繞式的移動 我能夠在同樣體積內我走路徑變長 我碰撞的機率也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我也可以增加碰撞機率 避免一直沒有辦法產生電降 我一直撞到中型分子 就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什麼情況下會需要用到磁場 如果你的氣壓太低的話 你低壓低到它 能夠累積重量能量 但卻反而很難發生故狀的時候 那就是在超低壓的情況下 而什麼時候用到超低壓的情況下產生電降 你十顆的時候 後面會介紹到 因為十顆式的移除過程 你希望將移除的材料趕快拿走 而且希望在移除過程中盡量去空氣 那就盡量不希望跟中間的空氣粒子產生空氣 就希望直接撞擊到 我們目標先來回擊 後面會提到 所以 在低氣壓 越低氣壓的話 低氣壓產生電降 你就越需要吃長 才能夠點得起電降出來 才能夠產生電降出來 好 我們這禮拜見到中間 我們下禮拜再繼續就電降去描述它 電降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重要 講得要講三次 電降很重要 好 我們今天到這邊 謝謝 謝謝